《窗边兰花枝叶的味道多么芬芳,然而被秋风扫过,冷霜打过,叶子已经枯萎了。 曾经的美丽已凋零,芬芳的香气却久久不散去,眼前的景象使我内心酸楚,不禁流下泪,泪水润湿了衣袖。 这里是《许兰雪轩故居》,许兰雪轩是朝鲜时代最早出本的韩文小说《红极同传》作者许军的姐姐,然而朝鲜时代女诗人的身份更让她闻名。 这里是礼坚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许兰雪轩的肖像画,以及记录她生涯的境况。 这里是供奉许军一项的厢房,此处听郎的结构与普通听郎不同,普通听郎没有门,而许兰雪轩故居的厢房听郎安有门,这样特殊的结构很醒目。 这里是许兰雪轩故居的另一重要厢房,据说,有瓦片屋顶的高柱大门是男人们出入厢房时使用的门,而侧面的小门则是女人们出入厢房时使用的门。 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兰雪轩的作品,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她的作品吧。 文笔出众的许兰雪轩把自己不幸的生活,用诗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,许多诗篇中都可以体会到她女性独特而又细腻的情感。 许兰雪轩在许兰雪轩在遗嘱中说,要把自己的作品全部焚烧,所以大量作品便随之消失了。 后来,许兰雪轩的弟弟许君,出于对姐姐的才能以及对消失作品的惋惜,便把自己能背诵出来的, 以及许兰雪轩生前放在娘家的手稿重新整理,编辑了一本《兰雪轩诗集》, 之后,这本诗集传入中国和日本,并得到一致好评。 蕴含着深厚的历史,富有美丽的自然景观,并渗透生活气息的江陵, 希望大家在许兰雪轩故居尽情感受江陵的魅力。